因为开始来关心惊险车祸 原辆一颖车行进新北市板桥 台六四线快速道路 突然之间车头偏移自撞护栏 瞬间车体零件四赛 吓坏了用路人 另外在新竹原辆连接车行进竹东的时候 一次是天雨路滑 转弯路段打滑 车子90度打横 还撞断了路旁的红绿灯杆 快速道路上巨大声响 一颖车突然自撞护栏 而这一撞车体零件 瞬间散落一地 真的好可怕 惊险瞬间吓坏其他用路人 只见车辆四轮朝天 横躺在马路中央 车头几乎全毁 可见当时撞击力不小 事发在七号清晨五点多 一辆一颖车行进新北市板桥 台六十四线快速道路时 几乎没有刹车就直撞护栏 力道直打造成整部车辆 一百八十度翻覆 驾驶一度受困 警销道场赶紧将人救出 张南驾驶营业一颖车 自撞忽然翻车 驾驶轻微臭伤 意识清楚 送往卫生福利部 台北医院救治后 并无大碍 同样惊险车祸 也发生在新竹县竹东镇 连接车准备过弯 下一秒车子向右偏移 冲撞路边红绿灯杆 垂直倒下 整辆车身打痕在路中 行进的车辆和附近的民众见状 都瞬间停下 连接车驾驶六号上午十一点多 沿着东风路往逐东方向行驶时 疑似田与路滑 导致轮胎打滑肇事 索性没有任何人受伤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记者综合报道